从楼上到楼下不走楼梯 用溜的更快速 想换个花招也可以 顺着钢管滑下来 一样很有趣 西京的还有这个挑高两层楼的整面书墙 以及大片落地窗外的港都风景 都充满创意巧思 这里是高雄市政府出资新建的 博尔共创基地 今年三月正式营运 这边当然它只是一个办公的空间 可是我们有共同的厨房 共同的教室 然后我们设计很多相关的一些课程 不是只是一个 给它一个空间然后就不管它 其实很重要是这个软体内容 跟政策上面的一些连结 目前已经有十多个单位 进驻共创基地 包括老屋再造团队 桌游工作室 甚至还有以及在上海 打响知名度的台商 也回相打拼 其实那个生活有点回到像是在 有点像大学在读书 大家就是朋友这样子 一个很大的工作室的感觉 最主要我是在地高雄人 这个是主要因素 那当然就刚才我讲的群聚 跟年轻人共处在一个这样的一个 设计商业空间 占地一千两百坪 两层楼的共创基地 让新创团体能互串门子 高雄市政府大胆尝试 号召异业齐聚跨域结盟 只是希望能激发更多创意火花 进而扩大产业规模 记得高雄综合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